中国良心犯张海涛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19年 被判入狱之后 他所在的新疆沙亚监狱不断剥夺其家属会见的权利 张海涛的妻子现在流亡美国的李爱杰 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安排下 本周正在华盛顿寻求美国的外交援助 我们有心请到了李爱杰女士和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来到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情况 二位 你们好 你好 主持人 李爱杰女士 欢迎您来到自由世界 谢谢 我们现在来谈谈您今天的访问情况 今天您到了华盛顿 都去了哪些个部门 见了什么官员 谈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到国际关系委员会 见到了史密斯议员 下午就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会见了一个高级官员 其实当然最主要的主题还是针对中国目前日益恶化的人权 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恶化 张海涛先生的案例实际上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你会见到美国官员的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对 史密斯议员当然一直是支持中国人权 属于在国会里边的先锋了 会采取一些很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会召开特别的听证会 邀请李爱杰女士去作证 到时候会去 对 是的 对 是的 那么然后我们在回见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那么他们当然是川普总统身边的人 特别也是表达了非常真切的一个同情 并且表明了一个政策上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就是说美国本届政府会改变过去那种 把人权和其他的议题分开的这个态度 并且从政策上那么会加大力度 就是为这些良心犯 政治犯 宗教自由犯 被抓的维权律师等等会做出这个努力 李爱杰女士 你放松 现在请你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就是你的丈夫张爱涛进了监狱之后 据说受到虐待 她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呢 我就是第二次探监的时候 就是她告诉我她被单独关押 然后不能放风 不能出去见到太阳 然后就是在里面也不能看电视 然后就是被强迫学习 然后就是学习完之后要写学习心得 然后喜欢学习心得 纸和笔全部收走 然后就是我们需要给她申诉 就是这个申诉还需要监狱方面的同意 你能给她送东西吗 我第一次给她寄的信 还有给她寄的衣服 就是新疆山海监狱也就是张海涛拒收为由 给退回来 以张海涛拒收为由 对 退回来了 你认为张海涛会拒收吗 我觉得绝对不可能的 张海涛在里面受到过酷刑虐待吗 在看守所的时候是被刑讯逼供 然后酷刑虐待 是什么样的酷刑 就是刚抓进到那个看守的时候 就是20多天就是不让睡觉 一直就是有这个罪汉就是盯着她 然后就是 你说的罪汉是犯人 对 是的 如果她睡觉的话 就是会有就是用火烧她的头 然后被拉到一个就是没有监控的地方 就是反靠着她的手就吊着毒打 然后就是在看守所一直带着沉重的脚料 然后就是不让放风 而且就是在里面吃不饱 就是吃一个馒头可以 如果吃两个馒头的话就需要请示 然后就是还不让洗澡了什么的 还有就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不让动 多大 瓶窝 瓶大小 就这么大 对对 非常的小 对 站着 坐在那个地方 不让活动 她如果动一下 然后就是就会报警 看守所的就是管教 就是就会指证她 不要让她动 不允许她动 她在看守所待了多长时间 她是2015年6月26号被抓走的 然后是2016年的12月2号送往沙耶监狱的 16年 对2016年 那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对 是的 那段时间一直在审讯她是吧 对 是一直在审讯她 那段时间你能见到她吗 我就在看守所的时候 我就见过她一次 是被判刑之后送往监狱之前 然后我见到她一次 20分钟的会面 你能够按照监狱的规定 作为家属探望她吗 行判杀害监狱一个种理由和借口 就是不允许我们家属会见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呼吁 然后也是国际媒体自由亚洲 对我们的关注 报道之下 然后我们才得以会见 其实在我离开中国之前 就是我我想去带着儿子去探望张海涛 他们说是因为19大 然后就是维稳安保期间 就是暂停会见 海涛的姐姐也多次的给沙耶监狱打电话 但是一直无人接听 迄今为止八个多月了 我们是家属是无法会见到张海涛 你们这次访问之后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呢 会有跟美国国务院有两个很重要的会见 会有两个助力国务卿会有特别的会见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这个几个国会议员 已经也安排好了会见 那么李爱杰女士 自从你的丈夫张海涛被判刑被入狱之后 你自己的处境如何呢 我是张海涛是2015年6月26号被抓走之后 就是我一个人在新疆 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刚刚怀孕三个月吧 那一天当天他们就是这些人 就是拿着张海涛的钥匙 就是把我们家门打开 然后进入我们家 开始查查我们的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家 其实随后我才知道 他们是新疆的国宝 在那个扣牙清单上写的是 就是新疆乌鲁木齐国内安全保卫支队 我随后才知道的 当时他们就是也没有出示证件 然后也没有所查证 然后就是把我们家的这些银行卡 这些手机这些电脑通通扣牙走 他们当时就是强行带我到中央南路的派出所 就是乌鲁木齐的一个派出所 然后就是对我进行审讯 然后审讯到凌晨一点多 然后才放我回去 是的 你靠什么支撑下来呢 你的家人支持你吗 其他家人 我的家人其实 他们真的是不支持我的 2017年的10月9号 我回到娘家的时候 就是我的哥哥和姐姐 他们因为就是不堪新疆当局 对他们的威胁和压力 就是说他们要求我和张海涛断结关系 然后重新嫁人 我当时是断然拒绝 然后我的哥哥和姐姐就是对我拳打脚踢 他们平常对你怎么样 过去关系好吗 我的哥哥和姐姐其实我是家中最小的 我哥哥和姐姐对我非常的疼爱 你说的是受到公安当局的压力 对 他们是打给他们看的 对 对 当天的警车就是派出所的警车两次开到我家 然后派出所的所长也要到我家去了 你的孩子跟你一块到美国来了吗 嗯 来了 OK 来 宝贝 走过去 走过去 嗯 好 来 嘿 小不点 你会说你的名字吗 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嗯 叫什么名字 不说了 OK 没关系 不要紧啊 别紧张啊 看那是谁呢 就坐在妈妈身上 看看背后是谁啊 谁 那谁忘记了吗 那是谁 好 李女士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宝贝儿子啊 有个小名 叫曼德拉 叫小曼德拉 我们知道这个曼德拉呢 是南非的著名的政治领袖 反对种族隔离 而且他是个慈善家 因为他的这么多年了 艰苦卓绝的这个 为非洲人的努力 他获得了很多奖项 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 你这个曼德拉这名字 既不是中国名字 也不是新疆名字 他为什么叫曼德拉 为什么叫小曼德拉 这是怎么回事 给我们讲一讲 对 他爸爸在信中 就是这个名字 也是在看守所的时候起的 也是一种象征意义 就是对那个黑暗邪恶的那种抗争 就是张爱涛判刑入语前 在看守所的一次见面 是短短20分钟 就是我们两个人 是隔着玻璃会面的 他把我们两个手 就是隔着玻璃 对 隔着玻璃 都把手印到那个玻璃上面 就是行行相应的意思吧 他说老婆等我出去之后 我们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其实当时我真的很心酸 我还是禁不住流泪了 他对这个自由的渴望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就是说这一个人就是 生下来应该拥有的一些权力 被他们剥夺 他在信中给我说 就是这些年来为民主自由人权 就是发声呐喊 已经成为我生活中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我觉得就是 尽管他遭受了一些 行刑逼宫苦心的大 以及面临这19年的 恋意之苦 但他始终没有认罪 我觉得他心中的内心 还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 好 然后这个张海涛先生 他是汉人 但是他是到新疆去生活去发展 因为关注新疆民族问题 和公共事务 自由言论也被判刑了 居然判了19年 非常之重 为什么是这样 有几个综合性的原因 我想最主要的 当然是中共 就是对新疆的 总体的他们的诉求 就是他们的诉求 是一个民族的自治 所以就说对 这个民族和他所信仰的 这个伊斯兰教 以及那么部分的 可能有一部分 这个少数的乌尔族的年轻人 甚至还有这个独立的倾向 所以被冲为这个三毒之一 台独将毒和张毒 这个和将毒 那么所以新疆的这整个的问题 就变成了一个大的火药筒 他跟这个宗教 跟这个民族 跟这个领土 就是说都有很多的关系 那这个中共 所以在这个新疆的这个政策上 就是特别的凶狠 最近刚刚又出了一个新的五年的计划 要求就是所有这个县的所有的干部 要在每个月 就是说50%的干部轮换 到全疆的所有的这个家庭里边 至少要住两天 然后到五天 根据你的这个四个不同的类别 看你的是敏感度 你的监控的程度 所以现在正在实施这个阶段 那么目前呢 这个据这个很可靠的消息呢 就至少有50万 有的甚至说到100万 这种维族人呢 都被送到这个强迫的 叫学习营里边 被这个强迫洗脑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呢 有一些这个洗脑的措施 那完全是一种酷刑啊 那就是要戴上一种特制的耳机 24小时播放革命歌曲啊 播放这个习主席语录啊 那就是这个有的呢 我们就已经也做了一些调研了 有的是被逼疯了 里边呢还要求这个你说维族的 他信仰伊斯兰教的 要他们强行 一定要吃猪肉 就说这里边是一种 非常残酷的一种一种政策 实际上可以说构成 某种程度的一种种族清洗了 对啊 所以作为一个汉人 如果想关注一下少数民族 新疆的西藏的人权 要有更大的勇气 付出更大的代价 对非常大的代价 好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的访谈呢 就到这结束 谢谢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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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